您好我是陈燕盈 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美国目前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 都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 不过您是否会想过 为什么疫苗要打在手臂上呢 专家指出考量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除了能否有效触发免疫反应有关之外 引发的副作用程度 还有施打的便利性 也通通都在考虑之内 美国普渡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 理查兹 近日在澳洲学术网站对话 撰文解析 在手臂施打疫苗的奥秘 他介绍 疫苗接种可分为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 口服疫苗等多种 在手臂上施打新冠疫苗 就是属于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包含 麻疹、灾线炎、轮状病毒 主要以口服疫苗为主 为什么多数疫苗 都是在手臂外侧的三角肌上施打呢 理查兹分析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肌肉层有免疫细胞 疫苗注射进人体之后 肌肉组织的免疫细胞会辨识出抗原 并且将抗原带至淋巴管中 然后进一步运送至淋巴结 淋巴结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 里头包含更多的免疫细胞 能够辨识疫苗里的抗原 然后启动免疫反应 聚造抗体 疫苗多在手臂上的肌肉施打 第二个原因是在于副作用较少 在三角肌上施打通常会出现局部发炎 酸痛的症状 但是如果疫苗是注射致敬 脂肪组织 由于脂肪组织血流较少 疫苗成分吸收效率较差 发炎的机会也会提升 此外 如果疫苗成分包含能够强化人体对抗原免疫反应的阻剂 这类的疫苗通常必须在肌肉层施打 以避免大范围的发炎症状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